这就是我的费务全 这里的者是 第一季相比会只增不显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季动画中 有哪些看点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 更加宏大的世界 在放出的PV中我们看到 第二季动画从实现线上 应该是仅成剧场版 与第一季动画和无限列车片相比 第二季的故事设定在几元花街 背景更加宏大和复杂 人物繁多 第二季通是明确而鬼灭之人所处的时代 其文明程度可以类比于日本的大正时代 在前面的动画剧情中 我们其实并不容易看出来鬼灭之人的具体时代 它好像发生在古代日本 但似乎又有些不同 在第二季大家明确时代背景 大正是日本人非常怀念的时代 这一时代是日本社会繁华附属的开端 整个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不幸的是 这样的时代仿佛惊鸿一瞥 还未及充分展开 就匆匆结束 很多日本人在怀念起大正时代 都或多或少有些惋惜 大正呈现文明开化的明智维新 开启现代日本社会风气 有着非常重要的丞相旗下的作用 鬼灭之人把故事设在这样一个 除旧迎新的历史时期 也许就暗示着延续数百年之久的鬼之时代 即将终结 迎来新生 二 原班人马在战 质量有保证 因为第二季故事是紧接着剧场版的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这一季应该是要加快故事节奏了 而且从花街片开始 战斗场景更加复杂密集 情节推进也会越来越紧凑 整体氛围和格调也相对灰暗一些 这次公布的PV短片中 不仅公布了上弦6 舵鸡做花魁式的造型 不得不说 这个造型还是非常惊艳的 完全符合我心中想象 追过漫画的小伙伴 想必也想见识 动画版的舵鸡芳容吧 毕竟 这可是上弦之中的颜值担当 极具魅惑感 重点来了 PV中也公布了制作组 第二季动画 还是第一季原版人马制作 继续由飞碟社操刀 看到这里 我就对第二季的质量 完全放心了 看过漫画的小伙伴都知道 鬼灭之人的原作 并非完美无瑕 它的分镜 跟老一辈的漫画大佬相比 还是有所不足的 比如有些分镜 显得深度不足 动感欠缺 在表现力上少了点火候 而飞碟社 作为老牌动画制作公司 其强悍的动画制作能力 弥补了漫画的缺点 某种意义上来说 第一季和剧场版 之所以能够成功 飞碟社功不可没 大家还记得 第一季第十九集 一集风神吗 这一集的剧情 在漫画里 虽然也非常不错 可如果跟动画比 无论是感染力 还是打斗效果上 都要差了一个档次 毫不夸张的说 飞碟社升华原著的能力 在业界是名列前茅的 所以我相信 制作组也足够的实力 hold住画节片 如此复杂多变的场面 当然第二季的看点 不仅仅只有打斗 三位主角在画街 女扮男装 画身搞笑担当 也许更有看透 毕竟三人是被阴住 诱惠而来 而且还是以女孩子的身份 迈进了画街 女扮探长的各种表情包 挤得好好盖条 至于第二季 具体的上映时间 PV并没有公布 不过按照第一季 以具剧场版的制作周期 以及播放时间来看 新篇章很有可能 在今年的十月开播 不知屑时 鬼灭之人 起源花街片 能否成为十月霸权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动画还没来之际 大家可以先去小猪的频道 看一下恶搞花街片 石头无一郎 和不刚一勇 变成了花魁 雪战上线一二三 也是非常精彩哦 好啦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鬼灭之人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点赞 支持一下小猪 爱你们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之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